院位主席財務院長還有蘇院長還有行政院的合務團隊 是不是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那個還有王美花王部長 請經濟部王部長 蘇院長王部長 你好 你好 我想五天前的大停電 就是二零二的三月三號造成台鐵 還有捷運停止 還有五百四十九萬戶的停電 那包括農工 其各產業都受到很嚴重的影響 那當然初估的這個損失啊 達百億以上 那蘇院長我想您在任內 一共有四次大停電 我想再多的檢討報告 都不能減少民眾 對於供電不穩 的疑慮 因為停電是事實 確實是擺在眼前 那電業法 已將匯和家園的條文刪掉 近日 蔡總統說鼓勵投入綠色的人員 那歐盟也打算說 將核能啊 列為綠色的人員 齁 那我請教 因為國內很多工商團體 他們在建立喔 齁 就是核能 應列為備用的電源 此外 會順應歐盟國際的趨勢 民進黨政府 會不會考慮重新發展核能 作為備用電源 蘇院長跟王部長 你們有沒有認真考慮過 是這樣 那委員您也在新北市 我們新北市的這個現任的市長 這個一再的就 你這個核廢料怎麼還不運作 這個我們在燃料棒 那個在池裡面已經滿了 就沒有辦法處理 執照始終拿不到 那個齁 這種問題 那個齁 那是兩碼事 為什麼 因為 我跟你講 你今天發展綠能 你的風電 你的綠能 綠能 那些那些板 其實 我們知道 那個太陽能板 他也是啊 那全世界各國 都有在用核電 包括日本福島以後 他最後原來關了以後 最後又都重啟 甚至還加碼 等等 我想事實是擺在眼前 那其實工商團體 他們擔憂的 就是沒有電嘛 對不對 所以說 他們先前才去找過 這個 蔡總統 隔了兩天以後 就大停電 所以說他們擔心嘛 那你說 要是以我們 這個中華民國 以我們台灣 你說工商團體 要是這種狀況 他們趕回來投資嗎 對不對 他們擔憂就是沒有電嘛 對不對 才說 是不是用核能 核電 作為備用的系統 我認為應該要認真的考慮 你跟何友宜市長也很熟 你有沒有問過他 願不願意支持 那個我想 那個一個行政首長 他的想法 當然 我認為 中央很多政策 你是全國性的 不是考慮單一 我不是贊成或否定 但是 我認為 這是擺在血眼前的事實 今天你要是全部都用進口的 這些什麼燃氣啦 汽油啦 等等 當你要是說今天 跟對岸 發生海峽封鎖的時候 你那些 沒有辦法運輸進來 你說 是不是全國都缺電 這個也是要考量進去啊 並不是說 完全 末世就是不考量 那個蘇院長 我認為 那個工商團體 他們所建立的 核能作為備用系統 你們應該好好的考慮啦 那個委員啊 如果 願意支持的話 我們 不要講那麼遠的 講現在那個 核二長的醫藥機 本來不用 這個停機的呢 就是因為那個燃料池滿啊 就是 就是 不支持 你就 現有的都不能運作啦 不要再講 以後的核能政策 那個 那個蘇院長 核二長的醫藥機 提前 提前 停止運作 那個 這個難處 我想你身為 這個執政黨 尤其你是全國最高行政首長 這個國家是一體的吧 大 大眾的利益 作為優先考量 而且我認為 對啊 我是說工商團體 他們的建議 你應該把它納入 說怎麼來考慮 怎麼做 對大家最有利 是啊 所以 如果 新北不要這樣 那 核二機 不用提前 一年 停機呢 核二長的醫藥機 那 剛剛提前半年 停疫嘛 核二長醫藥機 就 因為 燃料 池滿啊 燃料棒那個 那 結果 只好 停止運作 所以委員你指出來的現象 是對的 可是 這個 現在在運作的都提前 把它停機了 是這樣 那個蘇院長 黃部長 你們要認真的考慮 因為工商團體 他們是出自 內心 廢伍之言啦 因為我 委員 我想對民生 你講的我都很注意聽 都 很重要 來我再請教 我們是一個國家 我再請教 因為貴買中心去年十月 那個 表示說 高端股票 確實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以來 有交易異常 貴買中心 這種狀況 那已經有五次 移送檢調處理 那 本席再次提醒 蘇院長跟 蔡部長 既然 檢調辦了東洋 我認為 高端的部分 也不要忘掉 高端 尤其看到 陳時中 陳部長在接受訪問的時候 特別表示說 如果現在要再打擊高端 台灣生機業 台灣生機業就要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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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道是怕檢調機器去偵辦高端 來影響 陳時中部長 選台北市長的選情嗎 我認為 這個 也進一步會影響民進黨 2022 縣市長的選情嗎 所以說 喂 你這個倒不對 不是這樣 我 我 對高端沒有任何負擔 該辦就辦 如果有什麼 如果有說 違法 的事情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你盡量 因為 我 要是以陳時中部長這種 以陳時中部長這種想法思維 大概全國的生機產業 難道只有一家高端嗎 他也不知道這個意思 他因為這套說法 就是 講實在話再轉個角度 就是給檢調有壓力 讓檢調怎麼去辦這個案子 沒有啦 陳時中怎麼能給檢調壓力 讓外界 有一點感覺說這個好像在副高端 這個叫做護航 那我 我明白講 如果高端有任何違法 對不對 沒有辦 我也沒有任何負擔 人家陳時中部長 不是那個意思 你扭曲 金管會主委在這裡 已經移送五次 送檢調處理 他交易有異常 那你今天再去副高端 人家就打一個大問號 那我相信 全國人民都在看 大家不是傻瓜啦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高端是疫苗 是我們國產 能夠成功的疫苗 我知道 那全國也不是只有高端 一家公司 生技產業不是只有一個高端 這是一個態度 這是政府對生技產業的一個態度 任何一家公司違法 那就依法辦理 但是政府一定要顯得 但是你講這些話 是我們要表示態度 對於生技業發展的一個期待 你講說如果還要再打擊高端 對不對 台灣生技產業就要倒了 講這句話多重啊 對不對 我認為 做任何事情 因為你講這句話 真的講 很多人是不能接受 因為 很多行政機關 你要依法行政 就是照順序 照程序來走 結果 你講說 台灣生技界就要倒了 因為你要是再繼續打擊高端 難道那時候浩穎的經驗沒有給大家帶了一點教訓嗎 那你很簡單 已經送了五次的檢調處理 對不對 那有查出不法就辦 講這些話就讓人家感覺說 好像 就是 去副高端 給檢調壓力 沒有 沒有要給檢調壓力 完全是表示政府對於生技產業支持的一個態度 對不對 那你說今天 這個 這個包括 這個我們嚴重特殊 這個 傳染性的這個會員防治 及紓困條例 一共編列了8400億 因應這個新冠疫情 結果在2022年6月30號 他的時事期已經快要到了 那國內解封條件 你是說要看世界主要國家解封的狀況 來做滾動式的調整 還是以這個還是以疫苗的覆蓋率作為考量 那個 大概要解封可能要看幾個情況 一個是我們自己中央跟地方還有產業個人自主應變 這樣的一個能力的提升 然後第二個 當然高齡者的疫苗的覆蓋率 第二劑第三劑 你認為是以這個做標準嗎 沒有就要看覆蓋率當然越高越好 所以現在才會提出這樣相對的一些獎勵的措施 那你的回答時候可以解封 那都有多種的條件 那還有邊界的管理 然後這個世界的疫情 這是一個綜合性的判斷 不是單一的指標就能夠決定解封與否 然後再看醫療應變的量能 然後滾動式的檢討 民眾齁 在猜测說7月1號期 就要與新冠這個 會員共存 你也講過 那請問蘇院長 紓困條例是我會如期的退場 紓困條例 會不會如期退場 這個 我們現在就相關的都依照 規定來進行 那目前 我們這一方面都做得很好啊 有成績 有成績不是這樣講啊 因為你相關配套的措施 何時要向國人及立法院說明 這個很重要啊 本席認為至少要一個月以上的緩衝時間 讓國人 有心理上的準備 我認為這個是非常重要 委員是什麼要一個月緩衝時間 沒有緩衝時間 沒有我不知道委員指的 就是說最起碼你看 因為 紓困條例 到了以後 他後面包括隔離、檢疫、治療、分補償 還有傳染病防治法 是我能夠順利的銜接處理 對不對 那解婚後 是不是也 不要再不必再統計這些人數啦 就是確診的人數啊 包括6月30號以後 原本在檢疫所移 防疫旅館的這些民眾 他們是不是還需要這個注滿潛力的天數 這些都是 這個相關防疫這個措施 我們的法院基礎是 傳染病防治法 防治法 但是你有懸簽 那當然是一個經費的問題 委員你講的是經濟上的那個紓困條例 還是防疫 都有 都有 如果是經濟上的紓困條例 貴案通過的法律 有期間啊 今年6月底啊 那期間到是怎麼樣 經濟上的紓困 時間到就退場啊 是不是 那那個 那防疫呢 防疫當然是 滾動式的檢討 絕對不會 跳癌式的這樣做 那我們的法源是 傳染病防治法 對啦 但是你要是說 最起碼你要有一個 預告期 緩衝期 因為喔 紓困條例退場後 民眾想問 若是 感染新冠會員 後續的治療費用 如何計算 政府會不會買單 等等 我想這些都是 會根據第五類傳染病 相關的措施都會進行 被隔離治療 那就用公務預算來製作 我認為這個事前 都要做一些預告 讓民眾知道 心理上有所準備 這個委員 我想你的是好意啦 就是 防疫會不會突然停止 什麼是不是這意思 因為你剛剛 院長你說 紓困時間到底就切掉 沒有了嘛 那是防疫的部分 不是 那是經濟上的紓困條例 這是貴院通過的喔 時間有一定 那另外 委員 委員你現在在 問的大概是說 這個 指揮中心啊 或者防疫的 相關的這些措施 會不會突然停止 不是這樣啦 委員你放心 那個有一個 傳染病防治法 對啦 另外指揮中心 也不會突然停止啦 那個 一級二級三級 開設 也都有一個 節奏啦 因為 委員放心 那個院長 我認為這個 要有節奏性 而警 要事前要有 配套要有預告 讓老百姓知道 說 這個以後會變成怎麼樣 應該的 應該的 回去好了 那個 那個那個 主委啊 你也回去 那個 你再留一下 這個 我再請教 有關於酒駕的問題 因為民眾是很關心酒駕 在今年一月立法院三讀通過 針對酒駕累犯政府可以公佈 他的姓名跟照片 那我請蘇院長 還有交通部 王部長 要公佈酒駕累犯的這些照片 專區 到底有沒有做 上次有通過這個罰 對不對 這個委員 酒駕 已經是天路人員 對啦 也感謝各位員支持 通過相關法律 提高罰則 以及相關對應措施 還有那些累犯 累犯就是要公佈到 你現在講說 公佈照片 專區 對啊 部長給你報告 這個部分 我們現在工總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的沒有做 一月到現在 對不對 如果要是沒有的話 到底 整個行政作業 已經準備好了 還需要多久 才能夠公佈 有個案就要在一起 才能夠公佈酒駕的姓名跟照片 因為 你拖越酒 就是姑息酒駕的累犯 老百姓看的就這樣 因為你看一次一次酒駕 都那麼嚴重 而且有的是累犯一次又一次 對不對 那我認為說既然法已經通過了 你們就應該要馬上立竿建議 就要去實施要做 你把他公告 甚至於 請媒體來放大 讓大家有警惕心 說你不但是公佈他的照片 甚至於 還公佈他的姓名 等等 這個可以 杜絕啊 有一些 累犯 一次兩次三次 他根本就不怕你 有的有錢的 他開什麼名車 跑車 他怕什麼 對不對 你 罰再多錢他都不怕 那個就是先階段 很嚴重的問題 對 我們都依法執行 會 對啦 我知道當然依法執行 但是你那個效率很差 這個一月已經通過了 到現在都還沒有啊 沒有公佈啊 也沒有專區 也沒有姓名 也沒有公佈他的照片 等等 我認為要有效率啦 店長 好 這個 多相關都準備好 那依法律的規定 那依法的作業 多一個專區嘛 然後公佈以後 你甚至還透過媒體 讓很多累犯能夠 他知道說 這個事情 未來只要有連續犯 累犯 他都給你公佈 照片姓名 對不對 好 那院長 我再請到你們兩位請回去好了 那個 陳部長跟王部長 昨天啊 台股大跌 外界一直認為應該是受烏惡 惡惡啊 暫情的膠著 那全球股民 這個 一歐啊 就是整個金融制裁造成 蝴蝶的效應 那請問你認為 近期大跌的台股 是預期 經濟是不是可能會變壞 還是短期的現象 委員 是這樣 這個 最近 台股的巨額震盪 不是經濟因素 是非經濟因素 那如果以經濟面來看 台灣經濟基本面是很好的 包括我們投資 非常熱淚 我們的這個外銷 非常暢旺 我們防疫 非常成功 我們經濟 GDP 所以說你很有信心 但是 現在碰到戰爭 以及 對應的制裁措施 當然會產生 經濟的激盪 不過 我 對於相關的政府 都是緊盯著 如果真的有 到需要 國安基金進場 我們也有運作機制 那個 院長 本期就是要請教你 因為台股只要大跌 大家都會想到 政府啊 應該要去復盤 那提到政府復盤 當然就想到 國安基金的進場嘛 那在過去進場的條件 多半是因為 遭逢 國內外 重大的事件 而且影響到台灣嘛 那股市激烈的波動 國際 資金 巨大的流動 那我請教院長 你認為以目前我們台股指數 這個位居高點 的狀況下 面臨 二屋戰爭 的事件影響 那國安基金有沒有考量要復盤的必要性 這個我請部長給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國安基金最近 這個一兩個禮拜 一直都在關注整個 俄烏戰爭的情勢的發展 那昨天雖然跌了五百五十七點 那昨天晚上紐約的股市也跌了將近八百點 但是今天的跌幅相對台灣來講是相對縮小 剛剛我看了大概是一百八十幾點 將近這樣子 那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說 後續 二屋的發展 這個是我們非常 近期 目前最重要一個 非常重要的 觀察一個指標 所以我們國安基金 相關的幕僚也 密切在注意 這一件事情的發展 未來如果有必要 比如說 發生國安基金管理條例 第八條所相關的外資大量移出 目前外資就已經開始都在跑了 好像提款器一樣 大量移出國內市場失序 那民眾的信心 減少 大幅下跌的時候 那這個情況 那就是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一個地方 但是目前來看 外資昨天雖然有賣超 但是相對的來講 因為我們剛才院長所提到 我們國內的經濟實體 還是相對的穩健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還是密切的來關注這種情況 那有必要時 我們會隨時召開 臨時的國安基金管理委員會 做必要的處置 院長 從歐美升級說表的 推進時程 乃至於近期 二屋戰爭 開展出全球性的金融制裁 已經催化台股 變成 就剛剛所提的這個 外資提款機的速度 那 政府往往要投資人冷靜思考 整個台股的基本面 技術面的穩定性 地圖啊 就是用信心喊話來達到 舊股市的效果 那請問你認為台股 受到的負面衝擊影響 是短期 你認為還是長期 目前是受戰爭衝擊 所以說是短期的 那個制裁所引發的效應 所以說你院長你認為這是短期的 是不是 目前是受這個衝擊 那未來 就如部長剛才給你報告 要看二屋戰爭情況 以及會 縮小 還是戰爭會擴大 以及制裁範圍 會到哪些方面 這當然台灣 作為世界的一員也會受搏擊 院長 因為根據世界銀行一月中 發佈的年度 全國經濟漲 這是全球的經濟漲望 那個報告裡面 2022年的全球成長率 將從去年的 5.5% 大幅 這個放緩 就是降到4.1% 2023年甚至於只有3.2% 那本席是認為 台股後市 講實在話是堪憂 那請問你認為 敬明兩年台灣的經濟成長率 有沒有能夠表現優於 全球平均值的條件 有沒有 如果 以股 是整個情況來說 蔡總統上任的時候 是8000點 那前幾還沒有戰爭前 是18000點 你就知道 在蔡政府這6年來 整個經濟面 反映在這個櫥窗上 反映在股市上 其實是 滿亮麗的 而且 時間也最久 那現在受戰爭衝擊 雖然如此 但台灣經濟基本面 是良好 一如我剛才說明 那所以說 院長說良好 那如果沒有的話 現在位居股價指數高點的台股 會不會從第一季 開始就成為 持有台股投資人套牢的起點 尤其是股價一去不回頭的 一直往低點回撤 相反的 如果有條件 你認為應該可以往哪些方面 來創造我們國內的經濟成長優勢 對國際 這個 台灣的經濟成長怎麼樣來 我們是政府一直努力 不過 股市 我不是專家 也不是分析師 那 如果 主席長我可以修光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根據國際的那個 金融機構的 就是IHS的預測 世界的經濟成長力 明年大概是4.1 台灣是4.4 謝謝 所以說 台灣還是很好 是的 你們都很有信心 對 那很棒 那個院長 我請教 俄烏戰爭已經超過半個月 那全球各國政府 以民間企業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 持續的不斷 台灣也不落人後 但是經濟制裁的背後 可能是阻斷有相關原料的出口 引發這些製造業 科技業的斷鏈的危機 那院長 面對全球供應鏈危機的到來 那 請問你認為對台灣產業到底是正面的轉單效應 影響比較多呢 還是對國內經濟帶來負面衝擊影響的不確定性比較大 這兩種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對於那個 重要的物資 不管是油料或者是大裝物資 黃豆小麥 玉米 我們都有一些因應的一個策略 跟委員報告 謝謝 那因應策略確實你這段時間 你 雖然說你很多貨物稅降 那事實上民間 大家哀哀叫 為什麼 因為你很多的民生 這些 你像那個便當啦 這些吃的東西 什麼都 什麼都拉起來 而且拉起來就沒有回頭 痛苦指數是一直飆高 這些都是問題 你站在主計長的立場 大家心知肚明 跟那個委員報告一下 的確因為進口成本的提高 我們會有那個物價上漲的壓力 可是那個我們進口的數量 仍然是 是有掌握到 而且能夠維持的好幾個月的存量 最嚴重就是說 因為你在上游 給它降貨物稅 但是 下游啊 確實沒有享受到 對不對 你層層下來 他根本就說 這原料什麼都漲 結果都是 東上游 那一段全部都他們轉走 下游的人根本就沒有辦法 一樣照常 你去外面買 任何東西 民生物價 什麼都漲 你 我們最近 這個 薪資 各方面 我們這個 軍公教漲了百分之四 但是全部都吸收掉 根本就 一點流都沒有 甚至還 還達到 這個再降下來 根本就 沒有享受到 那個院長 中央銀行總裁啊 說國內不會引發通盆 那實際上 多數的商品確實 我剛剛所提的 漲了很多啦 而且國內物價 持續上漲的態勢 比 去年啦 十一月中旬 那時候本席 問過楊總裁 台灣 是不是有朝向 停職性通盆的疑慮 結果楊總裁說 我們的 物流非常的暢通 台灣不會有停職性的通盆 那 院長 到現在快過了四個月 對於國內 還是會不會引發通盆 台灣到底會不會 停職性通盆的抗法 那個 請問你 認為有沒有 調整抗法的必要 我請總裁給你報告 報告委員 我們如果說跟去年 我們去年的物價上漲 是1.96 那1.96 來如果來跟其他的國家來比較的話 我們1.96相當是 算 相當的穩定 相當的穩定 我們如果說跟 跟我們2008年那時候呢 金融 全球金融危機的時候的那個 那個物價3.52來比較的話 1.96也算是很 很那個 很低的 那今年來講的話呢 那當然 雖然物價呢 也會受到這個 烏二戰爭的一個影響 但是呢 說我們台灣會 會停職性的通貨膨脹呢 我覺得是不大可能 不會 不會 應該是不會 待見如此 是 院長 因為許多商品 像便當 蔬果 汽油啊 其實這些民眾 購買的頻率非常的高 這些商品 價格啊 確實是 漲了很多 而且 政府當然有加薪 百分之四 但是 其實這些 這個 商品的上漲 把那個百分之四根本就 全部都吸收掉了 這個 讓很多民眾根本就沒有辦法忍受 那 其實 物價穩定啊 當然政府一直說啊 我們有一個 物價穩定的一個機制啊 什麼 那 到目前為止其實 民眾的感受是 痛苦指數越來越 越飆越高 那 站在政府的立場 你們要苦民所苦啊 你不要站在 民眾的對立面啊 因為 物價漲了 沒有辦法掌控 沒有辦法控制 那他薪水 外界 民間也不一定 有漲百分之四 那當然 就造成痛苦指數越來越高啊 剛剛委員報告 就 俄污的這個戰爭 造成了非常多的大眾物質 其實在戰爭之前 國際的大眾物質就在漲 那俄污之後呢 讓這個情勢 確實持續 而且還繼續著 那台灣跟非常多國家比起來 我們都有在了解 其他國家的這個 物價的上漲 台灣真的就像 央陽總裁講的 是相對 非常非常的穩定 跟沒有漲的這麼多 那當然這個影響 目前是有的 那個院長 我們就講最近發生的事情 民生 必需品德丈夫 絕對是民眾 感同身受的 就像一個月 以來的這些 雞蛋荒 就凸顯出政府對物價變化 掌握度的不足 或許雞蛋供需 四橫是個案 但是如果個案 狀況出現 此其彼落 的徵兆時 那請問院長 政府是不是應該要重視 當然 是不是要重視 對的 是不是應該要審慎評估呢 對不對 如果政府真的用心 在政策上 像台電 電力供應的狀況 是不是就不會 一年內發生這麼多次 對不對 像 像這次這個蛋 因為台灣突然之間的 這個冷 冷的這個狀況 受到影響的蛋機 產蛋的 這個 乘數 所以我們也緊急進口 雞蛋 以應需要 你緊急進口 那事前 其實 很多該配合該做的工作 政府就是沒有去重視 才造成說 所有這些 這個臨時發生 那 這個讓蛋架什麼一直往上拉 民眾是很痛苦啊 你們身為 高官 謝謝 謝謝